大家好 敦捷斯克人民共和国证实 在亚素钢铁厂这个地下室 有来自于法国、美国等国的高级军官 这是敦捷斯克的官员叫杨·加金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被俄军和敦捷斯克军队封锁的 马里波尔亚素钢铁厂内 可能来自于美国、法国、英国的高级军官 他说我无论如何都可以确认 那里有外国高级军官 首先来自欧洲国家 亚素营成员、被俘人员 以及从那里出来的平民 证实了他的说法 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口供来判断这一点 而且试图解除对亚素钢铁厂内 亚素营成员的封锁 以及对外国代表 特别是马克龙频繁打电话和提出请求 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那今天的俄罗斯国防部 也公布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是审讯克罗地亚雇佣军 叫霍瓦特 这个审讯画面也公布了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下面 你点标题可以看到审讯的链接 根据霍瓦克交代 在亚素钢铁厂 据他所知应该有英国的高级军官 他也证实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拒绝让平民离开马里尔亚素钢铁厂 他接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命令 他随后解释在伊利奇钢厂 他与三个外国人 包括三名英国公民一起作战 他说我们在工厂时接到了命令 不让平民离开 根据他交代 下达命令的是营长叶弗根尼 彼得罗维奇伯瓦 不让老百姓离开亚素钢铁厂 以及马里尔的原因 据他交代 是担心这些人将亚素钢铁厂 以及马里尔的信息传递给俄军 那也是克罗地亚公英军首次承认 乌军禁止老百姓离开亚素钢铁厂 离开马里尔 而且他接触的就有三名英国 英国的公军 那这个霍尔克也就克罗地亚公军 他也交代了一些细节 包括现在在乌军内部 对外国公军并不信任 而且外国公军 他的待遇实际上在下降 这个有个佐证 就是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 非常有名的加拿大的狙击王 狙击之王瓦利 他现在返回了加拿大 已经到达加拿大了 而且接到了加拿大媒体采访 我会把瓦利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 这个原文 采访原文 链接放下面 你点开标题 看到链接 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原文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采访 这篇文章实际也证实了 这个克罗地亚公英军的说法 就现在外国公英军在乌克兰 实际上并不受欢迎 待遇在下降 那瓦利接受加拿大报纸 LAPRESSE 这个专访 他表示 在乌克兰 他只开了两枪 他认为这场战争 是彻头彻尾的一场骗局 这是原文 大多数公英兵 失望的回家了 因为他们从未见到过前线的战斗 就很多公英兵 没有到达前线作战 最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家 他说 我很幸运 我还活着 我们走到了边缘 最后一根稻草是战斗人物 雇佣军与乌克兰的应征者一起行动 遭到俄罗斯炮击 两名乌克兰士兵站起身上着了火 瓦利试图阻止他们 但他们不听 几秒钟后 一枚炮弹精准的向他们飞来 爆炸声太可怕了 我突然失去了听力 感到头痛 很难受 瓦利意识到乌克兰人再也无法帮助 他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很难描述 一种烧焦的肉 硫磺 和化学物质的可怕气氛 一种不人道的气味 之后瓦利打电话给他的妻子 他试图解释 他亲眼目睹 两个人的死亡 他说 我想我已经做的够多了 对吧 我做了够多了 对于大多数越境的雇佣军来说 寻找加入单位的过程是混乱和痛苦的 泽连斯基给大家打了电话 但地面上的军官完全束手无策 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置我们 瓦利本人和其他几名加拿大人加入了 叫诺曼迪旅 这是一支来自魁北克的退休 加拿大士兵指挥的私人雇佣军 呼号叫HRULF 然而该旅的成员对表现并不满意 许多人逃走了 三名雇佣兵告诉加拿大媒体 该旅向他们承诺武器和防护装备 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一些雇佣兵没有防弹衣 距离前线40公里 如果俄罗斯人发动攻击 我们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这是旅指挥部的不负责任 诺曼里的指挥官是赫鲁尔夫 他也证实了雇佣兵他的说法 他说总共约有60人被抛弃 一些人希望签订合同 条款将授予 他也提到 有一些雇佣兵设置一些骗局 以骗取美国人提供的50万美元的援助 这个雇佣兵里面还有一些骗子 瓦利接着说许多人期望一切都变得简单 但在战争中恰恰相反 这是一个可怕的失望的 他说要找到武器 必须经历卡夫卡式的冒险 你必须认识一个人 再认识一个人 想拿到武器都很困难 他们会说在这家老理发店 他们可以给你把AK-47所有的设备都必须一块一块的自己收集 有时状况良好 有时状况不佳 就是这些雇佣军他的武器都得不到保障 雇佣军也必须自己获得食物和汽油 就连食物也经常是老百姓分给我们的 老百姓给我们食物 给汽车加油也是一样 你需要不断的做决定 认识不同的人 像乞讨一样 你可以想象这是瓦利自己讲的 像乞讨一样在乌克兰作战 最后他讲几周后训练有素的雇佣军被乌克兰情报总局选中 据瓦利介绍 他们开始参与敌后行动 其余的人在租来的房间进行闲逛 没被情报局选中的 你只能在这闲逛 等到有人同意将他们带入自己的小队 是被挑选的命运 与此同时大部分的佣兵决定回国 许多人来乌克兰想打仗 但他们却夹着尾巴离开了 瓦利最后终承认 他自己向窗户开了两枪吓唬敌人 而实际上他从未在敌人的射程内 这是一场基础战争 勇敢的乌克兰士兵在炮中损失惨重 由于缺乏技术培训 错失了很多机会 我把瓦利专访链接放下面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这是加拿大媒体的报道 为什么外国公军现在在乌克兰地位下降 其实也很好理解 都用正规军了 谁还用雇佣军 乌克兰现在鸟枪换炮了 和开战之处已经不同了 美国不断的军援 先进的武器装备到了乌克兰 而且美军直接到乌克兰参战 很多就是现役军人 把这个徽章一拿掉 就是直接参战了 我还用你雇佣军干嘛 我还考核你战斗能力 不需要直接雇佣军 退居二线了 甚至你看像瓦利这些人 都退出乌克兰战场了 给我大家理解了 美国西方不断的将正规军 派到乌克兰 乌军现在不断接受美国的培训 他的战斗能力在上升 所以雇佣军未来 在乌克兰会越来越边缘化 最后咱们说到亚素钢铁厂 实际上我之前的节目说过 亚素钢铁厂那个大鱼的情况 从现在我了解信息来看 亚素钢铁厂那个大鱼 俄罗斯有自己的想法 特别是法国 法国这些雇佣军 俄罗斯根本没有提到 俄罗斯的军方 包括顿捷斯克 也不提法国雇佣军的相关任何信息 我也没有了解到 所以现在来看 马克龙和普京之间 应该已经达成了交易 即使最后亚素钢铁厂解放 法国这些雇佣军很多的信息 可能会被保密 从现在亚素钢铁厂逮捕的一些 外国雇佣军交代情况来看 亚素钢铁厂内有大鱼 而且是北约的高级指挥官 我两星期以前做过节目 当时就给大家汇报过 亚素钢铁厂内有美国 英国 法国的高级指挥官 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法国高级指挥官 现在来看很神秘 也很低调 现在我从俄罗斯方面了解信息 俄军顿捷斯克方面 很少提到法国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马克龙 他这几通电话 给普京打这个电话 很有效果 法国在和俄罗斯做交易 俄罗斯有意隐瞒 法国这些雇佣军 包括他这些高级指挥官的信息 所以我个人判断 法国人很有可能 最终被俄罗斯 最终会被俄罗斯交换 跟法国政府交换 将这些在亚素钢铁厂地下室的 法国的高级指挥官 交换回第三国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有最新的消息 我再给大家汇报